弟兄姊妹,早安 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 我是巧莲 在这里跟大家在空中相会 好开心,好兴奋 特别是承接着几位我们教会 如此美好的姐姐的之后 来延续这个成根的时间 实在太荣幸了 现在整个心中整个butterfly 小蝴蝶一直乱飞这样子 那这个早上我想 我就从我自己最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 就是爱 爱这个主题我来跟大家分享 那我们的圣经打开来泱泱沙沙 一大堆都是神对我们的爱 爱的讯息到处都是 特别是我很喜欢我们教会一个大哥 他说其实这本圣经 他觉得就是神给我们的love letter 情书 我觉得真的这个诠释 我觉得就是情书 他其实就是不断不断的写明了 神有多么爱我们这些 这些儿女 这些他的百姓 他是何等的爱我们 所以我觉得这位大哥他在跟我分享 他觉得圣经就是一本情书的时候 我觉得他真的形容得非常好 而且就是贴近我的心意这样子 那我刚刚说到圣经中有很多 有关于爱的经验 爱的这个教导 因为神仙爱我们 种种种种 特别是 但是最最最最最经典的 当然就是 牧师有一次还特别叫我 就是背诵这句给他听 就是约翰 好 约翰的第三章 第十六节的这个 神爱世人 那时候我只能背这四个字 我现在全部都把它背起来了 就是因为我怕牧师又在考我这样子 所以呢 就是 对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身子赐给我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耶 牧师你可以考我了 我现在把这个东西背起来了 所以整本 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爱 这个也是我来到我们教会之后 我感受最大 那我也得着最多的一个部分就是爱 教会给我的爱 牧者们给我的爱 师母给我的爱 所有弟兄姐妹们给我跟我先生我的家庭的爱 那这个爱我觉得也是 我们 身为一个基督徒也好 我觉得一个 我们是得着很多爱的 这些孩子 我们最应该要把它行出来的部分 所以其实像 我常常想到 我刚刚来到天桥教会的时候 因为我们是 借着利荣姐 然后我们认识了师母 那师母是最常陪伴在我跟我先生旁边的一个人 那我相信大家 对林师母应该是很熟悉 但是又不是算太熟悉 其实他后来我观察 我在旁边旁敲侧击观看他的这几年下来 我发觉他真的是非常忙碌的 非常忙碌的一位师母 他一个礼拜的时间里面有 有好几个小家 好几个小组 我常常看着他这样东奔西跑跑来跑去 我在想我如果到以后我年近七十 我能不能有像他这样的体力 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外貌 然后这样子的一个心智 还这么热爱这个神国的服饰 我有时候常在想在几十年后的我有办法向他做到这些事情吗 那回到我跟我先生的部分 因为我先生是第一代的信徒嘛 所以其实他对于 他对于这个我们所谓基督的这个爱 基督的生命 甚至是我们圣经里面的东西 其实不要讲他啦 其实连我自己即便我是三代的基督徒 可是真的是很不好意思的 我其实刚进来我们教会的时候四年多前 其实我对圣经也是一知半解 就凭着那个主日学可能背诵过的那几句经句 所以师母可能也发觉了 我跟我先生需要从真理这个部分 去扎根去认识神 所以师母很常呢会带着我们读经 他会告诉我们就是读完这个经之后 他会问我们说 允臣啊乔莲啊你在读这个经节的时候 你有没有什么亮点呢 那每当你读到这些东西 你觉得有一个亮点的时候呢 那可能就是神在对你们两个说话 他会不厌其烦的带着我们 就是这些其实对圣经的真理 并不是很明白的状况下的这些孩子 他会带着我们这样去读 可是特别让我感动的 除了他付出的这些时间以外 师母是一个很常让我看到他在行为中 就像那个圣经讲的就是我从行为中 我就认出他是神的门徒的那样子类型的一个典范 我还记得在旧堂的时候 就是我有看过他曾经就是不厌其烦的 服侍可能不是字的一些老人家 一句一句念给他听 翻译给他听 这中间这个故事的历史背景 他曾经这样子不厌其烦的带着这些老人家读圣经 那我也曾经看过他就是我从背后看着他 他搀扶一个那个八九十岁的老太太 这样子边走然后边扶着他 然后陪伴着他跟他讲解这个圣经的圣经的故事 圣经的一些由来 常常我在旁边看着他我就在想 这若不是基督的爱在一个人的生命里面 怎么可能会有那样的一个那样的一个形象 跟那样的一个那样的一个状态对我当时而言是很震撼的 我不晓得人的爱是可以扩张到我们自己的亲人朋友以外 就是那时候对我而言是很震撼的 所以师母这样子的一个在言行上面的爱 特别是有一次我的大儿子就是比较 他是比较活泼的类型 他就是会闯祸 troublemaker 这样讲好像有点 对就是他他是不是比较中规中矩的孩子 所以他常常在学校也会闯祸 然后也会让自己的身体受伤 就陷入一些危险当中 那我的孩子就是有一次也是在外出的时候 就是好像学校的户外教学 他就受伤了 然后他就撞伤了他的头 那我的爸爸妈妈听到这件事情 都还来不及我们家看孩子的的时候呢 第一个来我们家的呢就是师母 他 而且我其实印象很深刻喔 他那一天礼拜三他是有小组的 他不知道又从他哪一个 咖喱还是阿联的小组 就是可能要再问他 他就赶来我们家 然后呢 问了我一下孩子有没有好一点啊 然后就是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 其实那个时候我如果记得没有错的话 应该已经八九点 还是可能maybe更晚了 那你就看到一个老人家就过来 关心着关心着我们这个家庭 然后他要走的时候 诶这个不知道可不可以讲 好就就讲吧 就是他就像那个妈妈一样喔 突然在我的手上塞了一千块给我 他就说 诶巧莲我不知道孩子喜欢吃什么耶 你帮我拿去给他买一个补品好不好 就是你去给他买一点那个补身体的东西 哇我我我觉得我我真的是 哇现在讲到这件事情 我都还是觉得不可思议有这样的一个爱 就是因为如果就常理而言 我就只不过是一个刚来你们教会 就是呃其实我也非亲非故嘛 对不对我们也不是你的什么样的一个 然后我们也不是什么有名的人物 可是你居然愿意为着我的家庭 然后就是来看我 然后做了一个这么温暖的动作 不是金钱的部分 而是这个动作就让我回想起 好像我的妈妈我的阿嬷我的阿公 才会对我做那种小时候偷塞钱给孩子的那种 哇那种甜蜜感 我觉得就是师母的他所做的每一个行为 点滴的就在我的心中 那个爱就扩散开来了 那我觉得就回馈到我今天想要讲的这个主题爱 约翰福音的第十三章 三十四节到三十五节 我练给各位弟兄姐妹听哦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那我觉得这就是我在这间教会 这就是我在这些牧者 这些喂养我们的这些不论是师母 还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上面 我所学习到的东西 那也因着我跟允臣学习到这些东西 我们才有办法在我们就是认识神之后 我的先生认识神之后 我跟他为什么那么努力的想要传讲神的讯息 为什么我们那么想要把这个爱分享给别人 那是因为我们也先尝到了这份爱 这个所谓主的恩典主的滋味 所以在这样的清晨跟大家分享这个讯息 就是我也希望就是大家真的是能够 小故事啦 这是我生命中的小故事 可是我真的很希望分享给大家 因为我们基督就是爱的源头 那我觉得每一天的早晨 我们早上起来呢 像我自己呢 我就是一个很爱撒娇的人 所以我每天早上起来呢 我就会跟我的天父 我就会跟我的耶稣基督撒娇 主耶稣早安 我的天父阿爸早安 我爱你 我要起床了 虽然现在六点 我还是很累 但是我会很努力的去煮早餐给孩子吃 就是我每一天早上 我就是带着这样的一个爱 跟喜乐的心情起床 那我也把这个爱跟这个喜乐的心 我想要就是分享给你们 我希望每一天你们醒过来 你们就是享受到这个神的爱 神的同在 那我想今天的讯息 我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那弟兄姐妹加油 新的一天 让我们活出神的爱 活出神的光彩 把更多的爱 分享给身旁我们的同事 我们或者是学校的同学 或者是我们身旁的亲人 不论这些亲人朋友 同学同事们 是可爱的不可爱的 但是我们一起用基督的爱来爱他们 我们明天再见